书展开罗了 有两位升级妈妈 同样推出育儿书 教大家解决教育儿女的 歧难杂症 这日麦名师和爸爸 哥哥一起延伸书展支持妈妈 麦何小娟的签书会 相较六年再出著作 麦妈妈这次在深入分享 过去三十多年 教导小朋友的经验 支持妈妈的同事 Louisa这日也有解释 日词麦应拍拖一次 我是没有她 我是没有否认 我只不过是因为 我保持着 尤其是特别离开了娱乐圈之后 都多了很多机会 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环境 去识到异性 那现在有没有哪位 你觉得机会都大呢 我如果机会大 我就会带回给妈妈看 但她暂时未见过 那些男生朋友 想不想见一下 我很想见 不过先等她视线完 你妈妈也想快点 可以看到Louisa结婚吗 那当然了 她想我快生孩子 是 你叫她跳这个声音 因为她很想她有精力的时候 可以帮我一起协助 其实是她倒转了 她很想我有精力的时候 可以帮她照 是 是 2022年香港小姐竞选进行得如火如吐 港人出身的Louisa 最近也有留意一帮师妹的新闻 我特别有留意那位医科 是 是实习医生 是 因为我看过报纸 也说她在屯门医院 不知道是有做过实习的 我哥哥是屯门医院做医生的 所以我突然问她 你知不知她 你有没有跟她聊天 另外我看到有个女孩 也是在做投资银行的 在美国华尔街那边 回来孙光姐 我觉得很庆幸看到 现在不同背景的女士 都会勇于踏上一个舞台 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陈美玲之前推出过 两本育儿书都大和好评 这次她就收集了 读者的育儿问题 精挑了当中三十七条例解答 再结集成书推出 说到大仔今次和平结婚四年 会不会恨普孙呢 Agnes就暗示 可能很快就有好消息了 自己有没有喜欢孙子孙女 没有 不过孙女可能好玩一点 我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孙女 是否喜欢帮她把脸 因为我是三个儿子 不知臭女是怎样呢 以前会不会自己也渴望有个女儿 不敢说 我好满足的 有三个儿子 当然我希望如果有个女儿也好玩的 那儿子有没有请教你的 那些东西 有啊 她们看完我的书了 是啊 在那儿 打算用得着的 贴士就用了 因为其实她们应该是过来人 那些儿子 但是因为我教她们的时候 没告诉她为什么这样做的嘛 所以后面的理论她们不知道的嘛 请不吝点赞 宝贝